如意看到李渔传来的消息 将纸条给纯贵妃和海兰看 海兰称 燕婉此举大胆 举止下作 绝不可轻饶 如意却并不在意此事 接着与纯贵妃说起永章之事 木兰为场之上 影平在皇上面前射箭 一击击重 引得皇上连连夸赞 克平为让燕婉出丑 借机让她也展露一下身手 皇上亲自教导她 可燕婉还是将箭射在了地上 克平见此 讽刺燕婉 海兰与如意 在宫中谈起燕婉仪式 如意称 燕婉为了往上爬 是不择手段的 她称病回宫 却去了木兰围场 这足以证明她品行低劣 围场之上 燕婉等待皇上射箭归来 皇上见燕婉手上有伤 询问之下才得知 燕婉练了一天射箭 将手指上的皮都磨破了 皇上十分心疼 便亲手教她射箭 皇上回宫后 燕婉跪在义昆宫门前 竟开始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如意称 掌嘴是太后下的责罚 燕婉该先去向太后禀报 燕婉说 受皇后教管是自己的职责 而且自己撕去木兰围场 理应接受责罚 如意见燕婉自己前来领罚 便下令让燕婉 每日行板柱之行 两个时辰 还将春禅仗则三十 夜里皇上召燕婉事情 燕婉哄的皇上十分开心 达瓦奇迎娶长公主后 并未收敛 却还惹下祸端 洗劫了杜尔伯部 杜尔伯部忍无可忍 前来归顺大清 皇上命永成和礼部 一同筹备解封之事 还让永齐也前去学习 家贵妃见四阿哥得宠 十分欣慰 四阿哥见五阿哥下学后 独自出神 询问他所为何事 五阿哥称 皇上后代杜尔伯部的首领车林 此举恐怕没有顾及姑母的颜面 不久此事被皇上得知 皇上指责永齐 太后得知此事 十分欣赏永齐 感慨皇后和海兰教资有方 比起家贵妃 只持一味的顾及皇上心意 好上许多 太后见四阿哥受宠 提醒如意多加注意 家贵妃为宝儿子 征得太子之位 让四阿哥将母族献上的人参 等珍贵宝物 送给朝臣以及其亲眷 也好拉拢众人 永章的福尽有孕 皇上喜得皇孙 下旨今晚来看淳贵妃 如意听闻 也很是为淳贵妃开心 将家贵妃送给自己的项圈 送给淳贵妃 皇上去淳贵妃宫中的路上 遇到重命妇 命妇入宫 本应先向皇后请安 可此次却先去了 家贵妃宫中 皇上得知 如今四阿哥受宠 众人都霸解家贵妃 十分不满 随后 皇上来到淳贵妃宫中 发现他带着的项圈 是凤凰和牡丹的图案 淳贵妃解释 这是家贵妃献给皇后 皇后又赏赐给自己的 李玉发现了 梁广总督 曾敬献给皇上 一样的项圈 淳贵妃称 想必这两个项圈是一对 一个给了皇上 另一个私下给了家贵妃 皇上更加忌惮家贵妃 五阿哥以编书为由 一则自保 二则沉定心境 五阿哥将自己编的书 交给如意 如意夸赞他 懂得抛光养晦 这样才能够以求来日 皇上派人去换永城 可得知 四阿哥去和亲王府上赴宴 醉酒归来 还在熟睡 皇上十分不满 这时 贤亲王福晋 前来请安 贤亲王福晋称 自己收了家贵妃的贵礼 自愧无功受禄 前来面见皇上 海兰的侄子滥赌 经常来找海兰要钱 海兰自称 宫中月银有限 无法满足他 他便抱怨海兰 此事 正巧被燕婉看到 燕婉命人 暗中打听此事